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最近几年半导体日趋重要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强对芯片的国产化 那么美国呢也为此推出了520亿美元的芯片刺激法案 我们之前节目中反复提及美国推出这一法案的基本目标目的 以及呢具体的做法 包括对美国自己的公司英特尔公司的这个重点补贴 以及呢这个三星和台积电在关于补贴多少问题上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英特尔等公司也陆续宣布要投资上千亿美元 重新建设先进的半导体工厂 不过这一切呢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看来 美国自产芯片有很多问题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 已经退休的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先生 在日前的一次活动上谈到了美国重振半导体制造的问题 张忠谋先生认为 美国试图增加其国内芯片产量是浪费而且昂贵的徒劳之举 这个话说的是很重 不仅说是浪费 而且呢说这个昂贵徒劳之举这些话呢可以说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 那就是美国自己搞芯片工厂呢最终将会是搞不成搞不起来 张忠谋先生认为美国缺乏在先进芯片工厂工作的人才 而且呢也不像包括在台湾啊等等其他地方的芯片工厂那样 可以进行三班倒 可以实现所谓7乘24小时连续生产 另外呢就是美国他无法在成本上来获得竞争优势 在美国制造芯片的成本呢比在其他地方要高很多 那么张忠谋先生特别以在台湾的工厂来举例 那么美国的制造成本要比在台湾的制造成本高50% 虽然美国现在推出了巨额资金来补贴半导体产业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任何一个产业长期的发展呢 绝对不是靠补贴就能够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即便在现有情况之下 很多工厂出于拿到补贴这一诉求 那么平摊到它的成本之中也许还能维系 但是工厂的生产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 很多都要生产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你的这个补贴一年两年还能够坚持 长期搞下去的话 难道美国政府会一直给钱来补贴这些工厂吗 难道在美国坏了领导人之后 不要说什么几年之后 即便是在今年年底的所谓美国中期选举 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 恐怕拜登的一系列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都会面临重大的打击 所以变数是非常之多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张忠谋先生 在对外的这个表态当中 也提到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一些优势 特别提及美国在芯片设计领域呢 是非常的突出 实际上在过去的全球化 按照经济科技全球分工 全球协作这一个重要的理念 指引之下已经形成了区域优势 那么美国呢 的的确确在基础科研 在芯片设计领域呢 由它独到之处 那么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呢 形成大量的先进制造 先进的这个工厂 还有一整套的先进的制造工艺 以及掌握知识 有技能 有吃苦耐劳的先进的这个 劳工的生产效率等等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优势互补的局面 而美国现在呢 这个要把别人好的地方呢 抢回去变成自己的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的的确确 你要问一问 美国现在的环境 美国现在的劳工 美国的人才 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能不能胜任这一切 实际上这里面的确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么美国方面 自然它是由先进的芯片设计人才 全世界所使用的半导体呢 也多半是美国人所设计的 这一个是我们也要看到的现实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张忠谋先生呢 作为台积电的创办人 那么他的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 半导体界的地位啊 江湖地位 还有他的权威性呢 我想是这个毋庸置疑的 但是也如同网友所言 美国现在他考虑的已经不是什么成本问题 而是战略国家安全问题 那么对不对 能不能成功且不说 那么现如今美国两党在这一问题上 可以说有高度共识 于是乎呢 只要啊 这个任何人对美国说出不同意见的话 美国人呢 这个眼皮大大着 随便来一句啊 你再教我做事啊 等等 那么这样呢 然后我们就看到 无论是台积电 还是三星半导体呢 也就乖乖的 把工厂盖到了美国去 这就是现实 至于说 以后能不能赚钱呢 现在我看呢 也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美国霸权 向来如此 玩不过就强 不服也不行 当然美国拜登政府诉求提升 美国科技竞争力 全球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聚集地 东亚地区 是这个会否能够去完全的配合美国的战略动作 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的疑问 美国专家不久前发表文章认为 美国再工业化的过程离不开中国 那么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研究认为 对美国人来说 让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 听起来呢 像是一个好主意 对吧 因为他们呢 自己常常指责说这个亚洲的大国呢 当然指的是中国 这个有很多的工厂 这些制造业的岗位呢 导致美国呢 就业岗位流失 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 美国整体的实体经济呢 就空心化 美国大部分的货物呢 也就依赖进口 这的确是美国经济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如果咱们是美国人 如果咱们是美国的决策部门 也能够看到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什么呀 就是能源 包括美国的金融 美国的服务业 也就是所谓虚拟经济 那么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方面呢 大量的流失 这是美国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而为了减少长期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呢 那么美国必须在今后数年之内 他要进口更多的货物 包括从中国来进口 那么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状态 对吧 那你又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又要呢 这个不得不从中国来进口货物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让美国人觉得相当不是滋味 有对华鹰派呢 人士就宣称 美国不能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制造 美国为什么还那么脆弱呢 让所有的工厂回到美国来 等等 这样的声音表面看起来很有道理 对吧 你美国人的工厂 比如说苹果手机 主要的创新呢 是美国人发明的 那么为什么不在乎美国生产呢 如果都在乎美国生产 我不就是可以 这个一方面呢 赚更多的钱 另一方面呢 我可以 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我的劳工 对吧 整个的社会就能够变得 更加的实体经济呢 更为发展 但是美国的理性人士呢 实际上也看得很清楚 美国人要提防 这样的一种所谓盲目的 对华鹰派主义的做法和思想 那么美国和中国呢 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 甚至是分歧 但是美国也应该找到 与中国合作交流 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寻求避免未来的任何的冲突 要怀着对平等文明的相互尊重 来进行沟通 那么这呢 又是另外一种理性人士的看法 所以在美国的社会阶层当中呢 也是有不同的利益角度 不同的思维模式 不同的看法 这一点呢 实际上也体现出呢 它的这个相对多元性 在工业国家当中 中国拥有一些全世界最好的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四万公里的高铁运营里程 美国拥有一些最糟糕的设施 没有一公里的高铁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那么现如今呢 没有一公里高铁 对吧 美国的铁路呢 是非常的成就 美国的公路 桥梁 基础设施 包括地铁 等等呢 那么去过美国的朋友呢 都有这样的感叹 对吧 像是第三世界国家 我想这也是美国精英 美国政客不得不面对 但也确实呢 又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另外就是 运输的瓶颈 是美国供应链当中最大的问题之一 也是整个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之一 有了中国的设备 美国就可以来低成本的修建 新的铁路网络 中国生产的轨道铺设设备 可以一天跨越山谷 修建700米的铁路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报道解释谈及 高铁架桥机是一种一体化的机器 能够承载大抬起和放置分段的轨道 通过重型混凝土块将支柱与支柱连结在一起 在铺设每段铁轨之后 92米长的车身在64个轮子的帮助下返回 取走新的铁轨 然后它会滚动着使过刚刚铺好的部分 去铺设另一段铁轨 那么这已经为几个高铁项目做出了贡献 这也正是中国过去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 强大的内需构建了强大的中国基础设施的能力 包括工具整个的运营体系 中国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在工业化 那么因此呢 美国可以选择是否要依赖于中国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对于美国的理性人士来说 这样的一种分析 那么如果放给那些美国的鹰派人士 肯定会觉得你难道是疯了吗 既然有这样的搭桥 这个时候什么什么铁轨铺设的机器 我美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我美国人做不出来吗 其实这样的一句话呢 表面看起来特别的有骨气 什么都要自己做 看起来非常正确 但是什么都要自己做的概念就相当于说 我美国人的苹果工厂为什么要在中国生产 我就要搬回美国 实际上这样的设定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到特朗普政府时期 再到拜登政府呢 实际上都想这么做 但问题是你把这些工厂搞到美国去 想问一下你要把一部iPhone手机 最终你准备卖多少钱 你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 你搬得走吗 实际上这也正是现如今一直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想呢 这也是拜登 除了在芯片 我们前面谈及的啊这个高科技领域呢 那么虽然政府啊搞了520亿美元做补贴 但实际上如同张忠谋先生所言 美国想要在美国本土生产芯片啊 那么他的成本呢 要比在其他地方高50%成功的几率呢 也不高 另外就是如此雄心勃勃的所谓基础设施投资 以及再工业化所面临的就是另外一个困境 况且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在的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还远远不止啊提升美国竞争力这一项 也不是现在动不动就建筑爆端的什么俄乌冲突 而是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 也就是最近老生常谈的美国通货膨胀问题 过去呢美国克林顿在竞选时期呢 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那就是笨蛋问题在经济 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才不管那么多啊 这个国际大道理 对不对 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的荷包里啊 我的钱包里啊 有没有钱 或者说我有同样的钱 我还能不能下个月跟这个月买一样多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每个月的商品通货膨胀涨价的问题 这才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 而就在全美国通货膨胀数据连续数月创下新高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白宫方面再度放分 说考虑降低对华关税 当地时间的4月21日 美国白宫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安顾问戴利普辛格 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 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关税 或许给政府提供了一些谈判筹码 但这些这种做法呢 并没有实现战略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节目中反复谈及的 对美国的伤害啊 远远大于对中国的伤害 那么这一届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要降低 像比如这些自行车呀 服装呀 这些来自中国的非战略商品的关税 以应对美国国内持续飙升的通胀水平 并借此希望 中方也能够取消对美国进口产品 征收的一些非战略性关税 从2月份撑上7.9%的高位之后 美国3月份通胀数据再创新高 40年来首次突破了8这个数据 美国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8.5% 这也是美国CPI连续6个月超过6% 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这个彼得西夫 那么更是预测全美通货膨胀存在加速上行的态势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及路透社21日的报道 辛格在参加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主办的活动上 做出前面的那一番表态 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 无党派非盈利性组织 由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和副部长在1983年创立 辛格在讲话中指出 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关税 尽管可能创造了一些谈判筹码 但是呢却没有实现任何的战略性目标 而且中国也对此采取了反制性的措施 那么这就是美国的机会 但实际上呢我也没看到 这个现如今辛格所说的机会究竟是什么 他又表示在当前美国通胀攀升 中国自身对供应链也存在严重担忧之际 也许现如今美国应该要做点什么 他认为美国可以利用关税来推进战略优先事项 比如说来加强关键的供应链 保持美国在基础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并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 实际上呢此番说法讲来讲去 看起来呢说的头头是道 但是一般人仔细研究就发现完全没有逻辑 也就是说呢他想要来降低这些商品的关税 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但是又不能直接这么干对吧 那否则就会被美国的右派 被特朗普阵营指责为拜登 又向中国这个低头了等等 所以呢就把什么美国的创新竞争力 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些大帽子扣在上面 看起来呢像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这呢就是一些政客的这个言辞政客的表演 另外呢对于各种各样的高关税的商品呢 实际上新格也认为征收如此高的关税 那么对美国不利 而且呢理由并不充分 他又谈到为什么美国要对来自中国的自行车 服装甚至是衣服 其他的一些衣服加征关税呢 新格指出 如果美国方面做出这样的安排 中国也可以采取行动 取消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的一些非战略性关税 同时新格还表示中国希望获得在经济和科技上的领先地位 这本身未必是一件坏事 力争上游的潜力可能会激发自主创新 公共投资和劳动力的投入 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显然是在给自己呢找一个台阶下 但是毫无疑问 这也会涉及到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彼此的竞争 实际上本身就说竞争这件事情呢 看你如何去看待 对吧 那么你追我赶的这种竞争 不仅呢无害 反而呢对双方可能还是有利的 对吧 你在一些方面领先我 我在一些方面领先于你 这个大家相互比赛嘛 相互去PK嘛 那么良性的竞争对双方都有好处 这是我的看法 尽管如此呢 新格还认为 中美两国仍然可以在包括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来保持合作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二月份呢 美国的CPI就冲上了7.9%的历史高位 此后三月份再次创下我们前面提及的8.5%的记录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三月份CPI环比上涨1.2% 同比上涨8.5% 同比涨幅创下1981年来这个最高水平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指出 这一数据高于道琼斯8.4%的预期 也意味着美国已经出现过去40年来 从未有过的物价上涨的水平 这样的通货膨胀水平 已经是美国CPI连续六个月超过6% 在此背景之下呢 那么今年的3月23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公告称 针对301条款对华加征的关税当中 已经恢复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 而此次关税豁免涉及此前549项 待定商品中的352项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说 美国的这次豁免做法 有助于恢复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 希望美国方面从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 根本利益出发 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 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 早日回到正常轨道 不过美国政府并未放弃 就贸易问题对华施压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将以更为积极的态度 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施压 要求改变美国所谓扭曲市场贸易的做法 那么戴琪还声称 美国准备采取一种新的对华贸易政策 通过更新的更为有效的措施 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 更好的与中国竞争 那实际上呢 他并没有透露任何的具体细节 我想呢 不是他不想透露 恐怕连戴琪本人都不知道 他所说的 更新版本的对华经济策略 更好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方法 究竟是什么 也许这只是他的一个 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楼梯 一个台阶往下走罢了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到 在本月的中旬 戴琪就再度放话说 中国的贸易挑战给美国带来了压力 已经超过俄乌冲突 在美中这个贸易承受更多压力的当下 美国对中国的善意谈判已经到达极限 这是他的说法 在此情况下 美国资深学者还认为 美国通胀 这个可能加速上行 显然美国贸易代表的狠话 对于缓解美国经济压力 于是无补 当地时间的4月20日 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 发布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 劳动力短缺与价格上涨等因素 仍在持续带来挑战 由于俄乌冲突 以及价格上涨 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 未来经济增长前景 持续门上阴影 特别是在物价方面 通胀压力依然巨大 其中原材料运输和劳动力的价格 都出现了显著的上涨 包括农产品金属燃料价格上升 也更为明显 华尔街资深经济学者 彼得·西夫表示 尽管有部分市场分析师认为 美国的通胀已经见顶 但从3月份的数据 包括后续的实际情况来看 恐怕并非如此 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恐怕会进一步的加速上行 同时他认为 3月份核心CPI环比增长0.3% 低于预期的0.5% 但这仍然是一个较高的数据 如果按照年率来算 CPI仍然为3.7% 几乎是美联储2%目标的两倍 CPI可以剥离食物和能源 但家庭并不能 食品和能源价格同比大幅上涨 并不是一次性的波动 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这个重重的压力之下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当地时间4月21日暗示 美国可能会加快加息的步伐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看到鲍威尔在参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关于全球经济的小组讨论时 特别坦诚 那么确实指向了加息 50个基点的方向 当然 未来美国究竟会如何决定自己的经济方向呢 我们还有待于观察 如果说美国经济通货膨胀 是拜登所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那么美国年轻人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局势的看法 则反映出当前美国内部 特别是美国极左极右中间派 拜登阵营 包括民主党内部的所谓极左派 方方面面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认知的区别 中国的80后90后 以及00后的代际称呼不同 美国欧洲国家习惯于通过YZ世代 来区分当前的年轻人群体 不同世代体现着不同的社会 种族文化和价值观的特征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定义 年轻一代主要指的是Y世代 或是千禧一代 也就是呢 出生在1981年至1996年 现在26岁至41岁的 以及这个Z时代 也就是出生在1997年至2012年 现在10岁至25岁 之前则是X时代 那是出生在1965年至1980年 现在42岁至57岁 那么婴儿潮一代 是出生在1946年至1964年 现在56岁至78岁 以及沉默的一代 出生在1928年至1945年 现在77岁至94岁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一代呢 人呢 最小的都77岁了 所以可以说呢 全部步入老年人这个时代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20年7月30日 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的研究 从2020年开始 美国千禧一代 及以后出生的人口 也就是说 40岁以下的人口 占总人口的50.7% 那么达到1.66亿 首次超过了人口的半数 其中千禧一代 在美国选民中的比重 为27% 而Z时代 占总人数的20.3% 那么 在选民中的比重呢 则为10.1% 而X时代 婴儿潮时代 和沉默一代的人口 为1.62亿 在政治立场方面 美国Z时代 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根据平友研究中心的统计 2020年 这个大选呢 18岁至24岁 也就是Z时代的 年轻选民之中 65% 投票给了拜登 31% 投票给了特朗普 根据2019年的民调 70%的千禧一代 受访者 以及64%的 Z时代的受访者声称 愿意投票支持 社会主义者候选人 其中 Z时代 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度 由2019年的40% 上升到2020年的49% 拜登胜选之后 Z时代 推进自由 进步的议程 而右翼如何失去Z时代的支持 以及甚至呢 Z时代会不会拯救美国的一代 等等 这些都成为美国舆论热议的话题 但是Z时代并不是拜登的铁杆支持者 这正是拜登陷入今最为麻烦的地方 事实上 他们更加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极左派势力 也就是桑德斯这些又称呼为进步派力量 之所以投票支持拜登 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拜登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 而且美国Z时代倾向于抗低美国国际地位 平游研究中心2020年5月份的报告显示 在Z时代和迁徙一代之中 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 美国存在优越性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分别占这个14%和13%均低于X时代的20% 婴儿潮一代的30%以及沉默一代的45% 没有能占记忆的美国年轻人 不再对美国最伟大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 对让美国再次伟大也不那么感兴趣 今年的1月20日 哈佛政治研究所民调主任沃尔普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美国Z时代面临社会不公 种族歧视 环境恶化 以及党争极化的现实和态势 明显排斥美国例外主义 那么布鲁金斯学会又指出 美国迁徙一代和Z时代与老一辈不同 族裔及文化背景更为多样化 更关心移民 景物改革 疫情 气候变化 以及就业和经济问题 以及这些问题之间的彼此联系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民意调查发现 与老一辈相比呢 美国年轻人更可能要求 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问题 主张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 比如说 54%的95后相信 造成地球变暖的主因 就是人类自身的活动 而70%的95后认为 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 需要从政府层面发起变革 这尤其体现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之上 综合来看 美国Z时代比前几代在种族和族裔上更为多元化 受教育程度也更高 在政府角色 美国种族关系 移民问题 美国的国际地位 以及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层面 都体现了更为务实的看法 另外呢 他们也是美国政治版图变化 及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当然美国方面 特别是现在的拜登政府呢 面临内部的各种压力 我们今天谈到了啊 高科技领域招商引资 各种补贴实际上面临困境 美国的再工业化过程 甚至要依赖于中国所提供的 各种基础设施工业产品 另外 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经济问题 美国的Z时代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考 以及国际观 那么这都是美国方面 拜登政府现如今需要面对的 处理起来也的确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 中国呢 也面临着新冠疫情再次多点的爆发 以及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难处 同时中国也在加大创新发展的力度 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这一点我们看到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 4月16日发表了题为 中国下一阶段创新的大胆规划的文章 那么文章就特别谈到 对于湖南省诸州市来说 未来是一片光明 在当地官员口中 这座城市仿佛是一个技术中心 过去一年 当地涌现出数以百计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数据公司 当地的规划文件反映出 一座新兴城市的蓬勃生机 这些文件提到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诉求在于新布局将重新描绘 经济版图 中国即将迎来一场革命 数十个城市将开始在机器人 云计算以及自动化方面取得突破 诸州的官员还认为 他们准备从中国的共同富裕行动中 来获得好处 中国的战略可以理解为一种重大的判断 即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将成为 世界的创新中心 这种像本土技术的调整 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的地理布局 新的投资和移民正在从富裕的沿海中心 转移到诸州这样的内陆城市 第二个特点是新技术企业数量 前所未有的增长 那么政府正在数据科学 网络安全机器人等等领域 培育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组织 过去中国领导人的改革重点是沿海城市 那里的制成品可以很容易的到达港口 这种情况在过去两年里迅速的改变 中国正在将经济重新转向为 二核心的制造业 在2021年公布的第14个五年规划之中 政府明确表示 重心从消费互联网科技 也就是软科技上转移 他特别强调的是 在硬科技上 也就是在人工智能 半导体 工业软件 以及大数据处理等等领域 要实现迅速发展 新的产业政策并不要求靠近港口 现在新的形势是新一轮的内陆移民潮的来临 法国巴黎银行的罗智指出 这些努力可能重新绘制中国的经济版图 对制造业的强调 不仅会把农民工推向沿海城镇 也会把他们推向内陆城市 那里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建造新的工厂 上次大规模的内陆转移潮始于2001年 那时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那轮转移潮当中持续到2013年 过去8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人口从内陆中心城市地区迁往东部城市 罗智认为中国即将开始新一轮内陆移民潮 如果这些新成立的技术公司要招人 那么移民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这里的移民和我们常说的移民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们以前老说的移民指的是咱们中国人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他的国籍可能都会改变 但是经济学人这篇文章里面的移民 当然指的是中国他有户籍制度 或者说他所工作的地方的变化 过去说起打工工作就业 很多都会往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地区 欢博海湾、金经济等等 那么这些区域 那当然了西部也有重庆、成都这样的区域 武汉那么中部地区等等 不是说没有 而是说过去是那样的一种特征 而现如今经济学人的分析 是更多中西部城市 甚至三四线城市的崛起 经济学人对于公司注册数据的调查显示 在中国内地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云计算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公司注册数量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许多新的中心是相对贫困省份的省会 但许多小城市 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湖南、珠洲 也出现了技术公司的爆炸性增长 另外必须谈及 那么安徽省省会合肥市 约有九百万人口 最近一些年 合肥市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高科技技术中心 有数千家公司在短期内开业 而沈阳过去两年出现了860多家的自称为研究机器人技术的公司 而在之前的四年时间里仅仅为170家 2021年约有4400家生成从事物联网业务的公司在成都开张 这一数字是2020年的四倍 这些城市新公司的迅速增多 与当地政府的规划以及慷慨的税收和土地激励措施 可以说是密切相关 那么经济学人的看法是 未来将出现一批新的龙头型的企业 那么政府的计划要取得成效 需要的不仅仅是创业的景象 因此政府正在培养一批新的龙头企业 这些企业不是主导中国数字经济消费互联网集团 他们从事企业软件 工业数字化 数据安全和国有云计算业务的公司 许多公司在上海或深圳上市 而不是在纽约和香港上市 这些公司正在努力升级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 以迎接中国的新革命 要想让这些新的龙头企业扩大规模 他们就必须具备全球竞争力 并在发达经济体当中赢得市场份额 在被美国阻挡之前 华为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中国希望打造自己的硬科技公司 以便在充满敌意的西方面前 更加自给自足 中国已经提出一项资本有序发展的计划 2021年北京成立一家新的证券交易所 重点是引导投资流向小型科技企业 政府基金正在筹集越来越多的资金 并投资于私营技术公司 我们看到中美两个大国 那么都有各自的优势 也都在各自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上 不断的去努力 那么现如今各自出招 那么这也是一场长期性的博弈 现在如果我们就要去论断 谁输谁赢 我看是为时尚早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